我們再看一個例子,後面其實這一個4.11的例子也要強調我剛才講的概念而已 如果你有一個函數,Step Function 然後另外一個函數是Impulse Function Impulse Function 你知道它的Version是V1這個函數 問你說Step Function的Version是什麼 那你當然直接帶公司去算你會記不出來 就剛才我記的那個計算,COS無線道加Z3無線道 這個例子用的技巧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技巧 我知道在開Domain U 跟Delta兩個的函數關係是這樣 你把Delta Function做積分,之後就得到的就是Step Function 我就可以算出來,然後我這邊是用剛才我導出來的積分的公式 The Frequency Domain S of J Omega 就會是G這個函數的 Frequency Domain J Omega 還有G,然後那 Omega 代表之後就得到G 好,那這樣算起來你會得到下面這個ZM1等於Pi加ZM1 那這個就是Step Function的定義的東西 不過它這個定義方其實是用基本的方式去定義它 我剛才是直接告訴你用那個 就是上一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方式去定義出來 Step Function 的 Frequency Domain 應該是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是第4.11的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的做法就是這樣 它是用剛才的導算 那個積分的關係去做這個處理 再來,另外一個例子 可以善用這個微分跟積分 如果有一個函數 這樣子 那你要去算這個的 Frequency Domain 當然你可以直接帶你 Frequency Domain 的公司去算 如果你把它微分 會發現等於這個加上這個 為什麼微分 因為看起來這個感覺到有長數降 然後有變化值 那如果直接做 Frequency Domain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什麼這樣沒有問題 你會出現一件事情 就是 T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 比 T 這個如果你去微分 你如果去算它的 Frequency Domain 你一定會哭死 不是會哭死 會有點麻煩 因為 T exponential 如果你還記得 部分分是幾分分 前導後導加前導後導 然後就去算 也是可以直接去算 但是稍微麻煩一點 我們用的一方法是說 那我們把它微分看看 會不會得到後面這兩個 把它加在一起 後面這兩個的 Frequency Domain 就是一個你應該背起來的公式 這個就是 sin Omega T1 除 1 Omega 乘 2 後面這個 它就很單純 就是在那個頻率 就是-1的地方有值的關係 好那我們分別去算 首先我就算出來 我微完分之後 這兩個函數 它分別的複製程度 就是1 像我剛才算的 2的sin Omega T1 除 1 Omega 這時候d1等於1 所以當然就是這個 後面這兩個 它有兩個impulse 然後在-1 正1的高度是-1 所以他們的 Frequency Domain 算出來就是後面這兩個 值是-1 然後分別在 Omega 跟 Omega 負1 的地方有值的關係 這個是 Delta T加1 然後高度是-1 對 這是 Delta T-1 所以兩個函數 那分別說 復製程度會走到下面 所以它的復製程度等於這一個 五分可能要算成這個 X 的復製程度是什麼 因為這兩個 是五為一分之後才等於這個 所以你要把這個積分 G 小GLT 要積分之後 才是我要原來算的結果 但是它能被積分等於在 Frequency 或是大G 要乘上剛才乘上的那個函數 OK 它乘上什麼 就是 Jω分之1 整個去乘上 Jω分之1 整個去乘上 Jω分之1 還有在後面這個地方 帶 G 等於 Omega 等於0 的時候所產生的結果 OK 那我就把它帶進去 G 有 Jω分之1 然後 G 等於0 這邊領帶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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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出於0 這個高度是-2 這個領帶進去的就是0出於0 但是 你記得那個 String Fountain 它會在0的地方 所以它高度是1 所以就是那2 然後這裡帶進去是1 這是1歲 兩個1歲 所以這剛好消掉 後面這項剛好消掉 所以就只剩下前面這項 2倍的Sine Omega D 然後儲上這個 Jω分之1 所以你會得到下面這項的觀音值 就是 Jω分之1 再乘Jω分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用 微分的關係 跟基本的關係 來說明這件事情 1 8件 加固